這台車呢 111.8萬2023年只有跑500公里 我們收進來價格是多少錢呢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四推車來到現場2023年的 SUBARU CLASS TRACK 2.0 IS iSIDE 自拍 好啦這個是2.0的汽油最大馬力156pi 資訊放在旁邊 當然最屌的就是四輪傳動嘛 一定要有SUBARU嘛對不對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CVT也一定要有嘛 對吧現在SUBARU CVT一定要有嘛 要不然怎麼叫SUBARU 我相信這一集的流量應該是不會太高 我覺得SUBARU好像最近那個 聲勢啊非常的低迷 討論度很低 然後感覺好像也賣得不好 你怎麼知道一台車賣得不好你知道嗎 電視啊廣播啊廣告一直講一直講 網路那個BAR有沒有 要不然就是跳出來會擋到你 你還在那邊等那個叉叉出來 有沒有 講過啦講路上就是賣月叉 路上說實在的 新款的阿呆你路上你看過幾台 我老實講沒看過 不知道是沒注意呢 還是我們眼殘呢 感覺能見度沒那麼高 所以這一次呢我們就刷在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是幾百公里而已嘛 500多對不對 被我們開了一趟台中來回 又多了300多 那帶大家看一下這台車呢 這個是XV的後繼車款 改名字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這個氣壩的部分啊 它是像蜂巢式但是是大蜂巢 六角形的這種一格一格的 塑膠的質感啊你眼睛看就不好了 不是硬尿啦 真的它這個眼睛看這個塑膠質感就 就不像方瓜材質 你知道它如果做這個材質我覺得還比較好 這個材質看起來比較頂道你知道 就是看起來比較硬朗一點 但它這個材質就感覺是那個塑膠煤烤漆的原色啊 我覺得它那個質感就差了一點點 好然後在這個六芒芯的上緣喔 拉了一條這個灰色的烤漆 折線連接到它的大燈的眼瞼的部分 好那這次的燈呢變細了 好這個大燈我覺得還蠻主流蠻銳利的啦 好然後下面呢 還不錯喔 好它這個防刮材質呢 延續到這個霧燈的周圍 都是有一點類似Carbon這種 壓方格的這一種防刮材質 我覺得這個質感就有提升了 好不再是那種舊的那種 crossover的車子是那種 就是像這種塑膠原色的那種感覺 側面呢這個防刮材質的部分啊 一樣延伸到後面 而且在它的輪弧看得到啊 在前側跟後側都有開孔 好這應該空氣力學 幫助煞車做散熱的 鋁圈的尺寸 225 55 18 RV車型標準的尺寸 標準的離地高 它的XV就大概是做這樣 那這個輪框呢 是做黑色烤漆 跟這個銀色的切削 我講真的 鋁圈我認真講我是看不習慣 它的鋁圈都很 很BOO 哈哈哈 如果依老年人的流行語啦 再老一點是很刷 你知道嗎 每一代在形容 事情的那個用詞不一樣 很酷很BOO 很刷 再早一點很卡 啊不管了 反正就是它的旅圈呢 比較沒那麼主流啦 我覺得 後照鏡呢 也有跟前面的那個 水箱護照上緣一樣 灰色的烤漆 它的盲鐵很小 一小格在這邊 一樣 它也是支援手摸 哎唷 直接開門 好那上面呢 車頂行李架 也一樣耶 也是做一樣這個 灰色的烤漆 有個小天窗 上面也有鯊魚旗 卡鉗的部分啊 前面是雙活塞 後面是當活塞 的煞車卡鉗 那它車頭的光源 全部都是LED的 車尾只有部分LED 沒有啦就 方向燈不是啦 方向燈是乳素的啦 奇怪 插那一顆燈泡要幹嘛啦 對啊 因為沒有多少錢 要不要給你空間改啊 搞不好你自己改LED 還跳鼓掌 可以什麼 要買那種解碼的 對不對 解碼器 我跟你講心中無碼 自視高清 我每次講完這句話 就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 假設阿丹 你今天跟一個女生講 心中無碼 自視高清 那你看那個女生 那女生怎麼樣都覺得自己很奇怪 會不會 會被你釋姦的那種感覺 後面一樣 反光片 跟這個大面積的下護板 四顆倒車雷達 好來看一下喔 它這邊有樹霸路耶 用心細節 後面呢 一樣一個拉簾 這至少不用選配嘛 後面有一個 乳素的燈泡 室內燈 後面有沒有那個啊 USB點驗器 沒有 這個要 膠外踏青的 感覺應該後面要做一個點煙器 後面有做掛鉤 一樣有這個鋪保麗龍板 隨車的工具 補胎劑 反光板 來來來 再次宣導反光背心 不要放在後面 放在前面 手套箱好不好 要不然你下車 還沒有來得及 拿牌子就GG了 照它這樣子講起來 它應該要平的 因為 它有用保麗龍板把它墊高了 我來試試看好不好 它這邊還有這個耶 很用心 這邊有山 有沒有看到 然後有車 對 沒平啦 騙人 有一個斜坡 這個門的開度還蠻大的 前門 我看後門 蠻寬的喔 開度蠻垂直的 雖然它這個入口沒有很大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窄小 這開度我覺得還蠻大的 前座就蠻大的 來門板的部分 它的皮是坐在 左側這一塊 跟 連接扶手這一塊 是皮的 跟一般車比較不一樣 一般車是這樣一條嘛 然後中間這個就硬塑膠了 這個就硬塑膠 這個硬的 手把的四框 就是一個類似 Carbon的一個飾板 雙電動椅喔 駕駛座十項那邊八項 而且這邊還有附腰靠 但是腰靠只有前後的隆起 沒有上下可以調整位置 雙側 灰色跟黑色雙側 中間有打孔 然後兩側呢 稍微有一點點的支撐 大腿的部分 兩側也有做一個支撐 我每次要發動的時候 我上次要發動的時候 一直發不動 你有沒有按到 你自己老實講 有我按錯鈕 對不對 是不是一直按到這個里程 歸零 對 現在公里數985 裡面大概有300多是我們開的 方向盤的部分喔 握感我覺得還不錯喔 在拇指的地方有做一個扣環 可以扣住防止你滑手 然後有支援換檔快撥鍵 好中控台直立的大螢幕 中控台最上層呢都是硬的塑膠 中間這一層呢 這也是硬塑膠 但是是不一樣的材質 再下來一層 是這個什麼 卡帽的這個花紋印刷吧 在下面又是硬塑膠 我在這邊看啊 它的中控台是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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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夾芯 我就覺得這中控台 到底怪在哪裡 就是 它把這個元素啊 做得很複雜 連銜接到這個門板啊 它雖然銜接處 這邊轉彎 是不是有銜接到門板 但是就是它的整個那個 顏色的搭配 跟它這個形狀的 斜條線不是太好 就是很凌亂 欸 我跟你講 搞不好人家是這樣嗎 跟CHR一樣 我們也是閒的要死 對不對 人家 為了CHR 欸 對不對 不一定嘛 審美觀每個人不一樣 好不好 這是小師主觀分享 然後這個車頂的天篷呢 跟這個AVC柱都是做米色的 欸 怎麼那麼高啊 我這樣最低囉 它坐姿有點高啊 我覺得 因為現在這還沒蓋 你看蓋起來 蠻高的齁 還是我頭髮追太高 像那個憋視大頭彈 你知道憋視大頭彈嗎 一卡通啊 你沒看過 沒有 中傳的部分 前面有一個置物盒 一個Type A 一個Type C 跟一個音源輸入 前面這置物盒沒有QI 沒有那個無線充電 排檔就是 也是傳統的一個排檔方式 那撥到左邊呢 就可以進入手自排模式 但是不能推 要從這裡 有的排檔是往左 可以上下嘛 它只能經由你的方向盤的快控鍵 去控制 好 然後電子手煞車 這邊有兩個 鞋子的杯架 跟一個 點煙器 充電孔 欸 帶你們去啊 這到底是什麼Airbag 這椅子旁邊有個Airbag 我第一次在 坐椅的地方 有看到Airbag的標籤 看到那個標籤嗎 對 一般坐在這邊就側面嘛 好啦 那剪的時候再研究一下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這顆到底是哪一顆 好不好 會不會是中間 防止兩個人頭撞頭 不可能啊 你車子 大家一定是歪同一邊 你不可能頭撞頭嘛 翻車啊 滾滾滾滾 我說滾滾滾滾 越滾越大動 這個裡面的功能很多 X-MODE裡面有雪地沙地 積雪泥泞 一斑 然後甚至會顯示 你油門的踩的深度 然後它的自動駐車 跟這個自動熄火關閉 我覺得現在車把自動熄火關閉 設在這裡很煩 覺得還是設實體按鈕是最好的 所以便解 要不然你進來你要先刷找到它 然後再按 感覺沒有那麼直覺 而且他們現在又沒有說可以 常駐取消 就變成你每次上車 如果你不習慣自動熄火 或者是你習慣AUTO HOLD的話 你都必須要等它螢幕開機畫面跑完 然後找到它把它按掉 實體按鈕這邊只是有一個儀表板亮度 現在還有儀表板亮度這個東西是實體按鈕 它是實體按鈕 你看真的變按了 對啊 而且全部都變按了 這實體按鈕很少了 現在都在裡面調亮亮亮亮亮的 那這個不做實體的 這個還要做實體的 這個基本上喬了你也不會再調了吧 這個每天上車都要按掉的東西 希望可以做實體的按鈕 可是小天窗 你既然是CUV 當然我們會希望你直接給大天窗 雖然有點苛刻啦 有點苛刻啦 但11.8 你們自己去思考 需不需要這個東西 有人也喜歡沒天窗的 然後比較有感的地方 剛剛應該就是這個大螢幕了吧 所以把所有東西都整合了啦 之前是分 我記得有分兩個螢幕嘛 其他一般般 表現中規中矩 儀表板呢 也是標準的兩大兩小 就是轉速時速跟水溫汽油量 中間一個資訊窗 好我先調好我的行車模式 好差不多 那我們去後座看一下吧 上車 我意外的 意外的還不錯耶 對啊 我本來以為我會頂著耶 以它的體型來說 我覺得可以讓我留了大概一顆拳頭 我覺得還算不錯 但椅面也是短的啦 因為我腳比較長嘛 所以這個有一個浮起來了 有一個角度 好那中間有隆起喔 還蠻高的 因為四文傳統吧我覺得 好那高度的部分 它的椅背是屬於有點躺的 應該拍得出我的頭是往後斜的吧 好那頭枕的部分應該可以調 可以調 不僅可以調可以拆 頭枕不僅很好調 而且還很好拆 因為我覺得頭沒有直射 喔有了 好它的椅背是稍微往後傾斜 所以其實我的腳 以目前這樣算是做得舒服的狀態 就是沒有特別縮 我覺得後座是可以的耶 認真講 只是這邊有點壓迫感對我來說啦 那我跟你講我每次 比如說我做這樣對不對 我頭腦就會想像說 出車後我的頭撞到這個死掉 你會這樣嗎 我不會 但是我會想要靠著那個睡覺 我是不是有一點那個算什麼症 被害妄想症嗎 就是我會去想像我死掉的樣子 我是怎麼死的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很想要 得認同感 得到認同感 有人也跟我一樣 危機意識嘛 好不好 我希望有人留言跟我一樣 那裡面對我來說 應該很少能夠滿足我的啦 好算還不錯 好啦後座的表現 比想像中還來得 好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上路啦 Let's go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我們現在彎啊 觀眾朋友就說 差點被大車擠落 對啊 沒有其實我們這是三線道啦 所以我們這個轉過來 其實跟中線是沒有關係的 對啊 這旁邊還有兩線道 很多看到後面大車來 都想說發生大事 大家都幫我們緊張 對 大家都幫我們緊張 好像兩三片都這樣了 對對對 156匹馬力 20公斤米的扭力 中規中矩嗎 中規中矩 因為沒有渦輪增壓嘛 剛開出來過兩個彎 我覺得跟印象中的 SUBARU開起來也是一樣 SUBARU相較於日本日系車款來講 相對它的底盤是給你比較沉的感覺 所以你看它在過坑洞的處理上面 我覺得挺有歐系車的感覺的 這是以前我一直覺得SUBARU還不錯的原因 開起來比較沒有日系車那樣子的一個 輕盈跟空洞感 所以它過每一個坑洞呢 你都可以感受到 底盤是很穩定的 不會有讓你覺得你的車子 車身非常輕的感覺 我等一下試一下CVT感 因為我記得之前我所有測試整個CVT感 我覺得感受最輕的車是SUBARU的CVT感 我好像有講過這個話 我現在要那個嘛 不能講錯網友會打臉我 自己說過的話自己都忘記 很正常啊 年紀到了對不對 年紀到了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的事記得很清楚 但是最近發生的事不一定記得 見講講過期嘛 講過順不記得嘛 就是你說都是一直在講過去的事 但是呢講過的話呢你馬上就忘了 這個就是初勞症狀 就跟上次對不對 我一個朋友送我一包銀杏嘛 他說你最近這個記憶力不好 送你一包銀杏回去吃吃 結果我放在家裡放了兩個禮拜 看到那包銀杏 這是吃什麼的 這包它是給我要吃什麼的 來加速一下 我覺得它滿輕踩的啊 滿柔和的耶 我覺得它的CVT又更進化了耶 媽它變速箱有沒有變過 怎麼會變比較綿密啊 上來在七速這一代八速 對啊變比較細緻耶 這個車給我一個最直觀的感受 在加速的時候我不需要 油門不需要踩太深 我都需要踩一點點 好我現在維持 我現在稍微深一點點 就是你的油門的那個深度啊 都不需要踩太深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加速 我稍微再踩一點點 其實速度就上來了 45% 等一下38% 對不對 都不用超過50耶 好那大部分的時間 我的油門開度在20%左右 我就可以維持巡航了 那會讓你踩油門的這一腳很輕鬆 不會給你的右腳帶來壓力 有些車會比較有腳感一點 我記得我之前有講過對不對 有些車的那個 油門踏板的那個反應啊 會給你比較深層的感覺 有人喜歡那樣子的感覺 其實它的油門 深度只需要踩一點點 就足夠你大部分的使用 而且就算即使你要超車 你都不需要地板油 地板油我第一次聽到 好像是聽到那個急速拍檔 這應該是對岸用語吧 跟視頻一樣 跟家人們 誰跟你家人 那跟車 我們上次在台中來回的時候 也有去試了 它的跟車 這次是那個4.0 我覺得跟車已經算蠻柔和的 而且我記得 是不是裡面可以調整 我們用的是標準 但有點慢喔 加速偏慢 就是反應稍微遲緩 我發現說它要 比如說前車死離 它想要去追上速度的時候 那個 我們如果用標準的話 是比較頓低的 如果說你是比較習慣 希望它快一點跟上前車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它調比較積極一點 我忘記那個模式的名字叫什麼 動態模式 對 你要比較積極要調動態喔 標準已經很遲緩了喔 比起其他廠牌的跟車 我覺得加速比較慢一點 隔音風切聲一樣抑制的很好喔 包括車底的風切聲的抑制 我覺得不錯 那上面有一點風的聲音 我在唱應該這個吧 還敢沒用 沒差 上面有點吵對不對 這邊風切聲還好 滿安靜的 然後底盤的也還好 就上面很吵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它的空氣濾血有問題 車身比較高 車身比較高 上面的行李架 車老師行李架會咻咻叫 會嗎 還有人可以載兩台腳踏車站著的 我每次看那個我都覺得我會被砸到 因為又來了 我的心理壓力又出現了 妄想症 對對對 就跟我開那個 我開車如果前面有載管子 鐵管的有沒有 我就覺得它會射過來刺窗我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 心理有問題要看醫生了嗎 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不正常喔 只有開車的時候會喔 我想一下喔 欸開車的時候比較會耶 為什麼 對 被你這樣一講 平常還好 平常走路不會想說走路會被撞死這樣 或是被冷氣查到 被冷氣查到 不會那不會想像 但開車會 你沒問我我還沒發現 好像開車才會耶 好啦我講到哪 好我稍微加速一下超個車好了 那吸吸好慢 我這樣子程度的超車 開度也不過是40 所以我網路上面看到有一些網友覺得動力不太夠 但我目前開起來我覺得 我坦白說 對我來說我覺得動力是足夠 可能某部分的原因是在於說 它的油門踏板做的很輕很柔 所以我們踩起來是覺得沒有負擔的 油門開度做的比較提前 有一點感覺類似是 一般的車子裝了油門加速器的感覺 就是會讓你只要踩一點點 節氣門就會拉大 類似那樣的感覺 不用踩很深 我剛剛操那個車踩40 我們等一下爬山再試一次看看 我們這樣開車就破千了 竟然在我們手上破千 出發路車給我的感覺 在日系車裡面算是比較安全感的 所以東洋賓士這個稱號 到底是在講它的結構 還是在講它維修的價錢 最早應該是在講它的結構 因為真的 你很難找到一台日系的車款 開起來有它這樣子的一個 穩定感跟穩重感 我覺得它這個穩重感已經很接近歐系車了 對我來說我的感覺是這樣 CVT感真的滿少的 我認真的 沒有那種硬拖的感覺 沒有那個聲音 沒有 而且引擎的聲音隔絕的也很好 我這次是真的踩到很深了 87%不能再高了 北極 CVT感真的滿少的 它有那個MOD可以選擇嗎 只有那個S跟I 只有S跟I而已喔 好我現在切到SMOD 其實就是轉速拉得比較高 踩的那個深度又可以再更淺 就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道 有些網友說覺得側傾比較大 但我目前開起來我不覺得耶 我覺得底盤支撐性還不錯啊 比我想像中好 不是其實很多人會去覺得說 不是不是很多人 我們每次都這樣 當我們講到一台車可能比較 我們自己覺得比較缺點的時候 對不對網友說 哎呀那塞Porsche的啦 用Porsche看這台車 車差多少 然後呢如果我們講這台車好 對不對 你看連小時開Porsche的人 都說這個車底盤好 你看可見這台車底盤有多好 你知道我在表達的嗎 一切都看他們怎麼解讀呢 不是啦我們試蠻多車的 有時候我們真的還是會 還是要依照它這個價位啊 或者它的Level下去感受 這一點程度 我們應該還是知道的吧 這RV車也不用要求它多貼地吧 其實18吋已經 接地面積已經蠻夠 225嘛 558吋 而且我覺得它的皮椅還蠻防滑的耶 對啊不會滑來滑去 不會滑來滑去 對啊抓得蠻緊的 我是說它材質防滑喔 不是說它包得緊 不是腰靠 不是腰的那個翅膀 其實還不錯對不對 感覺蠻靈活的 對啊其實蠻靈活的耶 當然最重要的是說我覺得這車是給我們有安全感的 安全感體現在很多的地方 當然除了它加強的這個剛性跟結構以外 我們人體感的安全感 我常常在講最大的就是什麼 噪音 還有這個過坑洞你車體的表現 反應給乘客的感覺 甚至駕駛的感受 隔音越差的車讓你會覺得越沒有安全感 因為你覺得自己好像跟外面很接近 對你會覺得有危險 那再來一個 如果說你每過一個坑洞 車都在跳 乘客都會感受到那個 你車很輕的那個感覺 那也會沒有安全感 但你如果坑洞的處理是很沉的 很沉悶 那個聲音是很悶的 那相對來說 乘客也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SUBARU在日系車裡面 你想要找到一台 最接近歐洲車的那個 底盤跟操控感受的話 我覺得非SUBARU沒問題 但照顧起來呢 問題來了 現在比較多會產生的問題是 大家擔心說 它會不會照顧起來像歐系車一樣 的確好像它零件的價格 蠻逼近歐系車的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來 就是我本來想要買日系車的 妥善率跟好照料 但是呢 如果說一台日系車 我一買起來 它的照料的零件的費用 保修的費用 已經接近 例如 好我們以SUBARU來講 已經接近Volvo 甚至接近Skoda 福斯 消費者就有選擇 那我就直接買日系車 就好了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你知道嗎 它的油耗是11 14 17 那以14打8折 公里我覺得應該 11點多12 對網路上 好像 車友也是這樣反應 大概12公里左右 但我是覺得 要開到12公里 我覺得有點難 我覺得應該11公里差不多 超過10 我覺得這很屌 有沒有 車那麼重 一頓半耶 它在美國CUV排行榜 是第一名耶 不包含歐洲車 美國車 日韓裡面它是CUV在美國是賣 第一名的 15萬多輛 Carola Quest 64 第六名 我跟你講 那是Carola Quest 在台灣第一名耶 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想法 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到底為什麼 在美國 這個車會賣得比 CC還要好那麼多 不是好一點點而已 我覺得還蠻 訝異的 這台車呢 11 1.8萬 2023年 只有跑500公里 好 這台車我們收進來的價格是80萬 這 我跟你講 直接講了 你知道為什麼直接講嗎 回來80萬嘛 過戶什麼成本弄一弄 美容啊 什麼弄一弄 雖然這車應該不太用美容 就跟新車都元氣嘛 弄一弄 我成本含稅好像81萬多 然後我開898 賺個一層 想說賺個一層 賺不到 沒有人看 殺小 我這個 現在1000公里了 剛剛被我們開 破1000了 我這一台 我PO上去的時候才500公里 是因為我們有在開嗎 這一台 2023年 幾個月前才領牌 不到半年的車子 開500公里 就是新車了吧 新的賣111.8 我們只賣不到90萬 你不覺得很划算嗎 阿呆 何必買新車 買這個OK吧 差了多少錢 差了21萬 21萬多 排價上 因為它可能新車可以在別人 但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發現有一件事情 我發現現在新車車廠都要做一件事情 他們每年或每半年都偷偷漲價 只要有改款 小改款它都是標價上一定要漲價 它寧願說到時候觀察 銷售狀況如果不好 它再給你折脫一點 我發現現在有一點這樣的狀態 好像感覺要把通膨啊 或什麼都把它算進去 偷偷不知不覺東 跟房子一樣啊 感覺房子不都在一直漲 貨的一直都在漲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常講一件事啊 房價漲了 你現在賣掉了 叫你再去買 別的也變貴了 所以這一台車呢 四霸路的Cross Trek 只有跑1000公里 剛破 我們剛給它破 破1000 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老實推車 咱們下次見 掰掰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人會買這個車 TorotaCC只有第六 在台灣這個車賣得很喘 業務都快餓死 為什麼 CC便宜吧 是台灣人講的 你說便宜 我上次經營很多人買一台CC破百萬耶 金莊載金莊 三金莊 四金莊 那個車整台車買起來有沒有 它開到外面彷彿是什麼你知道嗎 車美式的DEMO車 吉祥 很 bands 一項目較有, 快冊 那